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内容推荐引擎被广泛视为TTOK成功的秘诀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燕生表示 北京方面主要担忧的是TOK算法的出售以及美国获取这项技术 他说中国关心的将是这家公司是否还是中国公司 目前中国政府尚未就该交易的最新版本以及特朗普的批准发表评论 特朗普宣布同意TTOK交易后 几家中国官方报纸纷纷发表评论 英文的《中国日报》星期三在一篇社论中写道 中国没有理由批准这笔肮脏和不公平且基于欺凌和敲诈的交易 社论认为这样做将开创一个糟糕的先例 如果美国如愿以偿会继续对其他外国公司如法炮制 博客王创始人方兴东称 中国企业要生存发展 掌握如何被抢劫的艺术将是防身必备之术 但也有一些分析人士并不同情TOK的处境 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对脸书推特等多家美国科技公司进行封杀 目前TOK在全球扩张过程中受挫 是中国政府自食其果的表现 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主任 李马奇亚骂表示 中国政府对国内互联网设置防火墙 并通过内容审查和投资限制将外国企业拒之门外 这些做法导致中国企业面临这些地缘政治担忧 他说中国现在终于意识到自己造成的巴尔干化局面是要付出代价的 虽然中国远远领先于多数其他国家从第一季度创纪录的萎缩中实现复苏 但经济中的复苏情况参资不齐 交费持续疲弱 可能使习近平推动减少对海外市场的依赖 转向内循环为主经济模式的努力变为更加复杂 据路透社报道 8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年内首次游富转正 同比增长0.5% 但1到8月消费品零售额较少年同期减少8.6% 工厂从封锁期间停摆中反弹的速度相对较快 但中国消费者信心仅缓步回升 虽然像是Prada 普拉达等奢侈品支出很快就摆脱了疫情的冲击 但日常必需品和服务的消费复苏显得较为缓慢 一大主因是低收入家庭格外谨慎 在封锁期间大量低收入群体失去的工作 只能缩一节时靠积蓄度过难关 报道称 服装和鞋子的销售额在前8个月下降了15% 而燃料和其他石油产品销售下降了17% 食品和饮料销售同期下降超过26% 分析师将密切关注中国十一长假期的数据和公司业绩 以评估消费者信心改善情况 研究公司加富龙洲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由于疫情封锁期间消费被迫减少 高收入家庭的储蓄可能增加 现在或许准备大举消费了 但是低收入家庭的财务正常化之路会比较漫长 京东的数据显示 6月份低端城市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增长 要弱于大城市的高收入人群 原因可能是低收入者主要受雇于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中小企业 随着外国订单减少 在中国庞大的出口导向型行业 许多人在政府大力支持下转向了国内市场 阿里巴巴在3月推出了一款帮助制造供应商 直接向国内消费者卖货的应用程序 目前已经有120万家公司注册 其中近一半企业以往以出口为主 有业内人士表示 从出口转内销带来了一些挑战 因为国内消费者的偏好可能与国外不同 许多资金不足 无法掌握时事进行转型的小企业 仍将面临倒闭的风险 上周中国发布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 被外界广泛认为是为了反制 美国对华为等几家中国科技公司的打压 根据这些规定 若被列入清单 企业和个人将被禁止从事与中国相关的进出口活动 但到目前为止 中国还没有将任何一家公司列入这份清单 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 不可靠实体清单 并不针对特定国家或特定企业 并表示中国坚持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的立场不会改变 中国可能利用这份黑名单来惩罚 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国公司 去年在美国正式宣布限制华为的供货后 中国首次宣布建立一份美国实体黑名单的计划 由于当时美中两国的贸易代表正在进行谈判 中国政府为具体点出会被列入名单的任何公司或个人的名字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最近几周由负责外商投资和贸易的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率领了一个跨部门小组 加快了不可靠实体清单的敲定工作 中国商务部上周六给出了预示清单制定工作即将完成的更多细节 但是还是没有点出任何名字 中国官员们目前正在讨论何时或者是否发布这份名单 一些人认为不应该在美国大选前发布 包括对美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刘鹤在内的一些高级官员 现在担心公布这一名单可能会激起美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并认为这应该等到美国大选后再做决定 最近有消息称特朗普可能会制裁更多的中国企业 包括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和中国移动 导致中国股市大幅下跌 2017年马云控制的蚂蚁金服务野心勃勃的 在零售业安装人脸识别设备不用手机 只需对着摄像头微笑就能够完成支付 竞争对手微信支付也一直在同一领域扩展 但三年过后这项服务仍然没有办法流行起来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注册过程繁琐 并担心自己的头像和信息会被使用 导致中国消费者无法改变支付习惯 国际数据公司IDC 中国副研究主管杨霞录表示 作为一种支付工具 二维码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已经足够方便了 此外新冠大流行迫使许多商店关闭 并导致更多人戴口罩 这也阻碍了刷脸支付的广泛应用 去年10月一项对中国境内6000多人进行的调查发现 近八成的受访者担心因使用人脸识别技术 而导致个人信息泄露 据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的数据 还有57%的受访者担心被追踪 约41%的受访者愿意刷脸付款 另有39%的人表示不愿意 目前据一些商家的反应 顾客中进行刷脸支付的仍占少数 因为他们需要调整姿势 让机器正确扫描 大部分人还是认为使用二维码的效率高得多 唯一的好处是忘了带手机时 刷脸支付才派得上用场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财经时时听 由饶一鸣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 接下来我们将焦点转向中共中央日前印发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意见 请继续收听 您有朋友 节目下半段参加讨论的是旅居纽约的经济学家秦鹏 今天我和他就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印发的 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 以及国务院常务会议支持民企国企改革两大方向的内容进行了讨论 中共中央最近出台了一份针对民营企业的统战工作文件 要加强对民营企业的领导的管理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那么就是我们知道几年前有提出这个民营企业退场论 那时候引起了那个中国民营企的那个恐慌情绪 那么您对于这份文件有什么看法呢 中共中央办公厅统战方面的文件 是说要求对中国的民营企业进行这种统战 然后包括要企业家是叫做经党化跟党者 并参与这种混合体制的改革 以及参与一带一路等国家重要的战略项目 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文件 而是要各地是贯彻的落实 这个文件出台之后的话 其实在整个我们看到国内外 包括中国的商界的话就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 或者是担心 大家很担心说是不是这个新的公司合营又来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中国政府是不是又要开始去 要继续抗这个民营企业的财富等等的 很好我今天晚上看到说 上个星期三的国常会提到说 要对国企跟民企改革都要推动 那么他又说到这个国企就是要专注它的主业 民企的话就是现在的一些 包括铁路啊 包括一些重要的基础 技术跟基础设施 现在也开放给民企 让民企有公平的这个进入的门槛 那你怎么看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呢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 得看他真正的对企业影响到了什么 对大部分企业影响 是坦兴了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第二个呢 你说是他说是开放了 一些原来进制民营企业参与的一些行业 第一个我是认为他什么开放的这个范围 还是太小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包括能源 包括这个电力 包括很多这种行业来讲的话 其实民营企业是没有办法插手的 第二个呢 我相信呢 他即使说现在让那些民营企业参与 其实极个别极个别的 中国政府认为他愿意让他参与的那个企业参与 而不是真正的说是开放行业 大家去公平的竞争 对于国营企业来讲 他同样的还是会有政策方面的资金方面的 或者是市场准入和市场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叫合同获取等等方面的一些优惠的 所以他那个来讲对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 依然是不公平的 而对于这个我们说9月15号的这样的一个中办的文件 就是它关于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 这个来讲的话 这影响我觉得还是应该会蛮大的 因为他这里边实际上是强调了呢 要那些企业参与混改 而且呢是要各地还去落实 那换句话讲就是有点说 那些企业如果不参与 或者呢不按照中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去做的话 它都会被列为一个不爱国 或者是叫做不是叫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这是他这个次提出来的 而且他要求加强党电工作 就是把那些符合中共这些要求的这些人呢 纳入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党内来 所以呢他还删定了一个标准 所谓的叫什么样的自己人呢 删定什么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删定不移情党放跟趟走等等的 这个情况下 其实就很大一个程度上 这些企业那就不得不去 不同于地方政府的这种混改 不管是说投钱到国营企业里边 是吧 报到国营企业输血但是没有管理权 或者呢反过来 就是国营企业呢 是告过来是把投资于这些自营企业 而且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知道说 虽然在政策这方面是国营企业和这种自营企业的关系 但是呢中国政府好多时候是把政府的一些计划 它做成公司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说地方那些承建承承公司 对吧 好多好多是这样公司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很可能是有更大的一个掠夺的问题 就是资产的一个掠夺 而且这个文件我觉得很大一个程度还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经济问题 这里边恐怕还是一个很大一个政治问题 因为这里边他提到事实上提到了呢 就是为什么要当时要出台这么一个文件 那么计划社的报道呢 它是援引中共中央总战部负责人的话 说这个出台呢 是有三项的背景和考虑 第一项是改革开放 甚至多年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经验 第二项呢 是说贯彻落实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党中央 关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中大部署 第三条呢 是说积极应对国际和国内形势深刻变化 和再来的新任务之要求 这第三条其实你要 如果考虑到我们当前的中国的经济 和全球的经济的一个特点 和全球的政治的这个特点的话 可以理解的是 中国政府是为了保障 党的安全的执政的安全 所采取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因为从经济角度我们知道 这个美中报一段爆发以来呢 这个经济现在是大环境很在下滑 而且呢是因为国际民退的原因也在下滑 那么经年大瘟疫的爆发之后呢 也带来两个很大的影响 第一是全球经济是严重下滑 第二呢是欧洲美国日本 全国这些国家要建立没有这个 中国共产党参与的这种安全的产业链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实际里面提出来是要搞 中国经济内循环 内循环就要加强对经济的控制 社会的控制 方方面控制 就是类似一些这种 新计划经济的那种概念 那么这种情况下说把民营经济要加强这种管理和控制 那么它很大一个程度上就是要把这些企业 纳入到中国政府的这个所谓的内循环里边来 避免的话呢是说将来出现最大的经济的问题 出现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动荡 中国政权的话会产生影响 那么从政治角度来讲呢 它也是有一个考量就是管理国内国际的经济形势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全球 特别是美国呢是在非常清晰的划分呢 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看到民营企业 它实际上是过去来讲是不被这个中国政府是看作自己人的 虽然在去年的时候 11月份的时候 林郡平出来说是要把他当作自己人 但大家都知道从来没有被当作自己人 而这次文件中它实际上也暴露出来呢 这些民营企业之所以这次被加强监管 是因为他们是被中共当局视为这种政治风险 比如文件里边它讲说 民营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风险挑战明显增多 民营经济人士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日趋多样化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面临西行事新任务 这个其实你要从中国政治和经济来看 大家都很明白这实际上是中共当局 它是害怕民营企业的这样的一个随着它的发展 或在整个目前全球对中共打压的情况下 那么这些民营的企业家 他们个人也好或者企业也好的话 它会促成中国变成民主社会 所以它就要把它进行加强监管 这也是为什么要加强党建 加强这个商会的建设 甚至呢 它在这里面还专门提到了一个在内地投资的港澳工商界人士 所以这个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就是 我觉得是保证权安全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文件 那但基本上说如果就是在政治方面 这些企业的领导人就是能够愿意配合的话 那么在他们发展企业继续壮大的情况下 你觉得中国政府会不会干涉太多 这个实际上是我觉得是一种理想或者一种希望的 但是呢 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经济形势情况下的话 这样的一个希望已经不可能了 因为从目前的全国性的我们叫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 中国的这种蛋糕基本上现在说 一个企业想获得很大的一个蛋糕 就是不可能了 就是基本上被不同的这些企业 不同的利益集团刮崩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说 民营经济要才获得更大的发展 就需要在政治体制上来进行改革 以及呢 市场准入方面 它能够进入 原来由国有企业正正所控制的那些大的一个领域 包括可能我们叫地产森林 或者是矿产 还有大的一个矿产 或者呢 是能源 电力等等 很多过去进族的这种行业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可以扩大更大的一个资源和管理 而这方面的话 在目前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肯定也不会让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如果说是要所谓的改革 所谓的对他们的一个 更好的一个政商关系 那事实上我觉得 就是大事要去解决目前说 中国政府本身没钱了 地方政府本身也没钱了 以及呢 说中国政府的 安全的 就它政治安全 就所谓的共产党的同志的 这个安全的一个担忧 所以这个很大一个情况下 是关心的是这个 而不是说 更好的搞好关系之后啊 大家可以更多的去赚钱 或者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个 经济政治形势下 它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您稍早的时候还提到说 这个用混合企业的方式 这些国企强迫这些民企入股 或者是说直接就进去掠夺 这个民企这个资产的情况 现在这个发展是怎样的 现在呢 我是理解呢 因为地方政府现在是通过 大对大疫情的情况下 已经呢出口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 它实际上好多地方政府都没钱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们当然是希望很多企业参与到国企啊 这样一个改革中 是所谓的混合体制改革里面 另外呢 中央政府实际上 它也没钱了 比如说来讲呢 说习近平所倡导的一带一路 他这个情况 就是说现在呢 没有那么多的外汇 也没有那么多的钱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他也是希望这个民营企业 来去把这个互动去填上 所以这个文件里边 我们也看到他说 要求这些民营企业 要参与混合体制改革 以及呢 参与一带一路 等国家重要的战略项目 它其实就是让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让这些企业去抛钱 就是说参与这些国家建设项目 现在地方政府也拿不出钱了 中央也是多金店舟 那您觉得 现在中国比较大的这些企业 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因为中国的过去几年中 其实远来想敢于表达声音的 这些大企业 已经是遭到了几次这种七次头了 所以呢 目前我们没有看到 说公开的这些大的企业的一些说法 因为之前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王健林 那个时候说什么风改 对吧 我的钱凭什么让你来管 或者是我只要掏了钱之后 我还是没有任何管理 我干嘛要掏钱 是他公开讲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后来他就凭个万达 我们看到收到了 很大的一个这种收拾 他的债款被收回 他的海外的资产 被强烈了贩卖 王健林呢 包括他儿子啊 这方面也收到很多这种整数 然后呢 后来呢 像马云 马化成 他们就很丰敏 对吧 马云他呢 推出了这个支付宝的 这样的一个控制权 那马化成呢 也是积极地说 参与到中国政府的这种 数字国币改革 以及这种支付的这样的系统 整个这种改革里边 还有呢 像中移动啊 或者一些这种混改里边呢 他们也一直在去掏钱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企业是 只能说呢 敢怒不敢言 那么他只能说是 普通他的一些东西 但是呢 作为民营企业家来讲 他们好多钱 大家都信心复复赠来的 都很清楚说 这个钱只要丢到 这个民营企业里边 基本上就是 你说了也不算 最后呢 明明是很好的一些业务 很可能最后就够赔了 所以这个大家都 其实我觉得都会很清楚 但是呢 有几个人 把这个情况下 还敢公开说出来 我觉得应该基本上没有 现在中国经济复苏 其实很大的部分 要靠这个民营企业 那么现在出的 这样子这个文件 我想这是 对于企业家来说 这个非常沉重的一个打击吧 接着你讲 是这样 目前的经济形势 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 来讲的话 使这些企业家 这个钱又出出不来 当然他可能还会想办法 往外逃出 但是我觉得现在也比较难了 第二个呢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讲 因为政治的这种管控 也在加强 对吧 对社会的方方面面的 这样的一个压力 也在增大 所以还要呢 说进来很多这种 党管企业 清党化跟党手 这些对民营企业来讲 辛辛苦苦 自己做出来的企业 要去被管理 接受这种党的管理 我觉得 对他们来讲 是很痛苦的事情 可以想象 觉得会扼杀 他们的那些 创造力跟动力 这肯定是可以想象的 跟动力 对 对 是这样子 好 那么秦先生 就今天谢谢您 精彩的分析 我的提问就到这里 结束了 谢谢您 好 谢谢您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 财经实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姚一鸣 如果您对本节目 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欢迎写信到 拼音反馈 AE圈RFA.org 或我个人推特 账号是 RFA下横线 RYM进行联系 那么就在此 祝福各位 有个愉快的周末 下次节目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